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來探索一些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人尋找一些問題解決的出路 就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下 某些事件或者政府某些機構的 或者一些人對事處理的問題 那大家發說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進而提出一些所謂具體性的解決方案 還有建議我們每個人其實可以做到些什麼 令到這個問題是真正解決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是當事人 其實你自己會怎樣做呢 今天我們的題目 我們都會繼續講回上一次的 《古老陽光的末日》 這本是一個很好的書來的 我們都認為如果我們香港人 多一點能夠有接觸到這方面的資訊 我們整個香港社會的質素都會改善的 如果我們有多一點時間 我們會繼續探討一下 現時的香港醫療保險出現的問題 好了 和我一起做這個節目 有金榮仁先生 他也是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的業務幹事 也是一位關心香港社會 過去不斷地出錢出力為香港做些事 另外我們有一位 好像和上次和我們參加一起講的馬國輝 我們認識馬國輝 主要是有一次無意之中 看到報紙上有一個細細的廣告 這個廣告是一本書的封面 關於《古老陽光的末日》 最後才有機會 在最後那一次廣告 我們先看到馬先生聯絡的電話 和大家一起接觸之後 因為大家都看過這本書 都知道這本書的重要性 其實這本書背後的意識是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今晚跟大家分享 這本書的所帶給我們的訊息 好了 最近你說醫療方面 環保方面有甚麼出現問題 前日 先跟聽眾打個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前日 國家環保局 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公佈了一些數據 就說 中國 已經 所排放的二氧化流 已經是全球第一位 是最高的 而在福建省 和杭州 和某些省市 在福建省市 他們的鋼 鋼 的 百分比 是100% 即是說 鋼是鋼 都是鋼 那其實 我想問一下馬國輝 這本書裡 都有一段 講過中國大陸發展的問題 是的 當時他作者也曾經去過中國大陸 其實大陸裡面的人民 和政府都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很可惜 在近十幾年裡面 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世界工廠 所以他二氧化流的排放量 是世界第一 真的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以現在目前這樣的排放 很快 他自己本身 中國大陸的生態環境 就會被破壞得很嚴重 有一些資料 其實原來我們現在每年 全世界都有 因為人類的行為 用化石原料 每年我們排放大約60億噸的氧炭 上去這個大氣層上面 如果我們要把溫室效應的影響減低的時候 或者穩定的天氣 我們要把排放量 由每年的60億噸變回10噸 我們才有可能 把天氣穩定下來 我還要補充一些資料 就是郭家環保局講 他們的局長 就是說 每一噸的二氧化流排放 令到經濟損失是 五萬元人民幣 他說大約 差不多一年損失是五千億 五千億的生產 五千億人民幣的生產值 馬國輝也挺厲害的 馬國輝 是啊 其實 如果你 隨時賺都賺不到 是在某程度上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想 其實會計界上面 需要做一些事情 去將我們的會計制度 去再想一想 要計算我們環境的好選 因為我們所有 我們在享受的事情 都是在環境上來的 如果我們只是計算我們賺的錢 而 將環境的破壞 是不進入會計制度裡面 那我們就在一盤數 其實是在騙自己 其實從哲學上看 其實是在賺自己的 假象為何會陷入這樣 好像是發展得很繁榮 其實我們是 其實我們可能 如果這樣去看這些 這麼確確實實的數據 其實我們根本就在虧錢 沒錯 即是看你如何 即是為何會陷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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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只是看表面 製造的價錢 我們看過去 為何我們回收瓶 再造的工業這麼差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直接從擴場裏面 拿抽取的鋁 來做鋁罐 那成本是很低的 但如果你將回收的費用 來將那些瓶 玻璃瓶 來清潔作用 那成本是反而更高的 其實好像作用主也是 是吧 作用主我們計算過 那個製作成本 會被現在直接斬樹 一個大批來斬伐樹木 將它變成紙張 那那個成本是更低的 但問題是 我們計算的方法 是一個很局促的計算方法 我們沒有計算過 這個這樣的製作形式 對地球的污染 導致我們將來 我們在健康上 要付出的代價 真正的價錢 所以如果我們要全面些 或者完整些 來平衡每一個人類的活動 製作成本 我們會看到 其實我們付出的代價 是難以想像之高的 我上一次 就在我們討論到 其實《古老陽光的末日》 這本書 它最深的主要思想 就說 我們地球上 是有很多 所謂 古代的王國或者帝國 然後曾經輕盛一時的 但這些這樣的帝國 就很多時候 都輕盛一輪之後 都會慢慢滅亡的 譬如我們 那個米蘇帕米安 羅馬帝國 古希列 就好像 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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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蘇巴特 米亞 我們都看到 其實這些這樣的帝國 都曾經輕盛一段 都妥長的時間 可能都數百人的歷史 然後就滅亡 我們這個作者有分析到 其實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用那個能源 那個能力 古時我們的能源 的資源 是從我們佛目 直接在我們周圍的地方 來佛目 來拿取能源 但到這樣的活動 是令到我們能夠支持 我們的人口的不斷增長 但到某個階段 我們採取這些能源的能力 或者到了盡頭的時候 我們這個所謂的文化 就會消滅 這個作者是強調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的 所謂現代的文明 建基於石油的能源 而石油的儲存量 大概還有四十年五十年的歷史 馬國輝上一次也提及 如果我們保持現時的用油量 我們大概有四十年五十年 但如果我們現在用油量 看情況不是一個 維持在這樣的水平 如果有三個巴仙的增長 其實大概到二十年就沒有了 好了 這位作者就提出這個警告了 他說其實很快我們會見到 我們現時這個文明的盡頭了 所以古老陽光的末日 因為我們的能源是過去 由石油拿出來的 其實背後背後的問題 都是我們現時所謂的 價值觀和生活的經濟模式 因為我們的經濟 其實要不斷增長 我們才可以維持下去 如果我們經濟停留在某一個地步 不再增長 我們不可以維持 即是我們不盡就會消滅 會自己毀滅 其實我們想想 為何會有這樣的 其實不是很合理 你維持現狀 你採取多少用多少 但因為這種經濟模式 我們現時已經接受了這種 就以為我們的文明 我們的經濟一定要這樣 才可以維持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死結 好 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說 到底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想 我們經濟這麼快的增長 我們經濟會衰退 那是不是真的唯一的選擇 就是這樣呢 其實這本作者 其實都講了很多具體的 解決方案 或者可以馬加輝 可以幫大家分享這方面 那個作者頂替 就如醫生所講 那個經濟增長 這個概念 其實是 源於1950年之後 即是二次大戰之後 以前是沒有這樣的概念 是不需要增長的 其實 我們有一個看法 直根在我們的路口裡面 就是說 經濟增長 就是人類幸福的指標 一個重要的指標 但是很明顯就是我們 在這個經濟增長過程當中 現在開始浮現到 我們不是那個十億人 十億人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公司 而公司只是一個死人 雖然它有人的特質 但是它不是人 它不需要吃飯 它不需要休息 但是我們需要 還有我們有很多其他的 量度 我們幸福的指標 那什麼叫幸福呢 比如我們健康和平 有一個很平靜的生活 這個其中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如果我們要去解決問題 我想首先要改變我們 對世界的看法 對我們幸福的界定 我們不可以再用經濟增長 去作為我們的指標 這個是一個很荒謬的做法 而正如阿Doctor說 這個也不是一個 符合理性的選擇 這樣 譬如我們說回 怎樣可以真實地做些事情 譬如現在說廢棄排放 周任權特首他都說 我們要減低排放量 那其實同一時間 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也都已經用他的基金 和22個城市 包括北京 去想一下怎樣可以減低排放量 那香港來講 其實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到 太多 如果我們實務上要做的 我覺得 譬如我們就這樣舉例 我們可以去考慮 去引入太陽能 那現在他可能會提議 停車息時 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之一 如果再直接一點 就可以 譬如你看到那些街燈 是不是每一支都要穿著呢 不穿著 會不會影響到那個安全性呢 如果可以安全的情況之下 能否開一半的街燈呢 卡拉的來開呢 或者政府的建築物 可以安一些感應器 有人在這裡才開燈呢 馬揎斐 我想回應一下你 因為我晚上要去拍攝 我去過不少地方 我發覺香港是差不多全世界最亮的 晚上真的很厲害 開了燈,真的很亮 我們拍攝是知道的 暴光不用太長 就知道是很亮 好像我去旺角 我記得有一次 我有晚上 我上電腦科 上到九點半出門口 我一看到 我原來是日頭來的 那條街 只是大筷子 有機會你看到 我原來是日頭來的 為何夏日時間已經變了 九點幾還這麼亮 原來我們用的照明是很驚人的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我記得我都成80年代 我去過印度去進修同類療法 在那個地方叫Kalcutta 加爾各大 我可以說印度是最污染 最髒的大城市 你去到那裡 你發現是沒有什麼街燈的 晚上真的默默默黑一片 那些人開車都很有趣 不是很開車頭燈的 他發現有人的時候 他就著一著 你知道他有車來了 當然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是很不習慣的 就是很黑的 但是問題是這樣 為何我們要開這麼多燈 是否因為那個 所謂的治安的因素呢 好了 那為何治安會有問題呢 其實你一直這樣去想回頭 因為那本書強調 其實地球上有很多很多這些 所謂我們以為原始的部落 其實他們所說的東西 所做的東西 是絕對不原始的 甚至乎我們那個美國的立國的時候 採用的那個民主的制度呢 其實都是跟這些原始的部落裡面 學習回來的 因為在這些部落裡面呢 其實他們沒有叫做領袖的 他只不過有一個長者 有一個智慧的人 那這個人呢 他有比較一般人多的責任 但他沒有什麼特權的 那其實很多我們大家要 要決定的方案呢 都是用大家一起集體去決定的 那所以其實呢 原來美國那個立國那時候呢 譬如是Thomas Jefferson 華盛頓他們 其實他們當時呢 是向美國那個原住民裡面 學會他們那套民主的方法的 那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部落呢 其實呢 是讓我們看到呢 其實地球上還有 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呢 是用這種生活方式來生存 那他們呢 他們跟我們其他的文明不同呢 因為我剛才所說呢 古羅馬帝國 有一個系列的王國 那個南美洲的Inca 這些這樣的 曾經一個輕盛得 好幾百年的王國呢 都最後消滅了的 反而這些這樣的 所謂古文化呢 是一直呢 可以維持到 到今時今日 而可以繼續生存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考慮了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文明國呢 我們現在所推揚那個消費主義呢 是我們的經濟模式呢 其實呢 是加速毀滅著我們的地球的資源的 即是說呢 其實真正的民主啊 自由啊那些 根本就不是西方什麼發起 其實不是的 即是根本人家那些 古老文化講過萬年 或者幾萬年 根本老祖應有 是啊 還有當時呢 他們學一半不學一半 其實很多古文化呢 他們那個女性的地位很高的 那他們當時呢 選那些所謂委員呢 很多是女性去選的 但當然啦 當他們要將這個這樣的制度 融立到西方國家呢 他們就改了 反而女性呢 是不可以 不可以有那個選舉權的 但其實古文化裏面呢 那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 是 一早就已經很平等了 還有它是共產主義的最前身 在這個部落裏面 每個人都會平均得到所有的事情 就算他不做 是 有一個 ICQ 是 ICQ Super Red Beat 有一個短 有一個 讀一讀先 你說商業公司不是人 不需要吃飯 但是商業公司也需要面對不賺錢 就會倒閉的命運 人需要吃飯 商業公司需要賺錢 不賺錢的商業公司是不能生存的 那這個是不是問題呢 其實呢 我們剛才說過商業公司 我們說過商業公司 就是那個企業 那個問題呢 背後那本書都有 另外一本書有講的 叫做Unequal Rights 如果這位聽眾有機會可以看到 這本書叫做Unequal Rights 作者都是Tom Hartmann T-H-O-M-H-A-R-T-M-A-N-N 那Tom Hartmann呢 是在這本書呢 很分析 很強調分析 為何今時今日呢 我們的企業 即跨國的大企業呢 可以變成一個 這麼厲害的巨魔呢 其實原因呢 是因為呢 我們的法律呢 是賦予這些企業呢 是有基本的人權的 而這個通過的過程裏面呢 是一個很意外 很偶然之間呢 是將給這個這樣的權力呢 他本來呢 這個權力呢 是給一些 就是剛開始 初初釋放的奴隸呀 或者有些處於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有利地位的人呢 是給他這個這樣的保護的 但是很可惜呢 在經過某一個過程裏面呢 這些這樣的我們叫做人權呢 是賦予這些這樣的企業的 其實我們所說呢 就不是這位先生所說這個方向的 我們所說呢 為什麼現在的企業呢 可以變成今時今日 這麼難以控制的魔頭呢 其實因為這些法律的 他們的法律那個特性呢 是令到他呢 他是享受很多些 我們給人用的人權呢 其實這些這樣的機構呢 當作一個人的特性 而導致他這些這樣的權利 而導致他呢 是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地位 是 我都想回應一下網上朋友那個 那個意見的 其實我不是反對企業賺錢 企業當然要賺錢 但是現在我們面對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個 叫做 賺最大的利潤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需要去再思考的問題 當然不賺錢的企業當然會倒閉 但是何謂賺到盡呢 怎麼為之賺到盡呢 是不是每一年我都要賺 比上年更多的錢 才可以合理化了我們公司的存在呢 公司的存在究竟是 除了賺錢之外 還要負擔到一些 什麼是社會責任呢 這個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說賺錢 那麼我以為賺錢呢 就會令到這間公司 可以持續生存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大家這種這樣的概念呢 就賺錢為先 這個這樣的價值觀呢 是來到呢 令到我們的地球呢 其實呢 是很快呢 是不能夠再生存的 那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要看遠一點點啦 這本書的好處呢 就是讓你分析到呢 其實以前這些這樣的 所謂的文明呢 所謂的文明國呢 其實呢 它當時呢 都是很興盛的 很富庶的 但為何結果呢 都會消滅在地球上呢 其實呢 都是這個的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這種追求 這些這樣的利潤啊 經濟的不斷成長呢 其實呢 這種這樣的做法呢 是只能夠短短時間 而我們的做法呢 都是根基於我們 不斷地來消耗 我們的地球的資源的 所以呢 就長遠來講呢 我們就會沒有的了 即我們根本一樣 都不會繼續生存 不單止說公司不會生存 我們全球的人類都不會繼續生存 那這個就是這本書 希望講出這個訊息 有機會再去書店看看 這本書叫做 《古老陽光的末日》 《搶救地球的資源》 其實我覺得它說的一件事呢 是不只是地球資源那麼簡單的 這位作者呢 是叫做 《湯馬士哈達門》 《湯馬士哈達門》 《古老陽光的末日》 這本書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的 讀書館可能都有的 有的 其實我們可以 做得到什麼呢 做得到什麼呢 馬家輝 馬國輝 抱歉 沒關係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好像我這樣 我自己有個經驗 譬如我搭升降機的時候 有三部升降機 在不同的層數停的 我看到旁邊有人一起搭 我就會去他的升降機 雖然他不是停我那層 我自己就走一層樓梯 就是每件事都可以 用我們自己的創意 想到怎樣去幫助 但是我覺得 最大的事要做就是 反而不是要做事 而是改變了我們的看法 先 譬如好像我們環保 那個概念 我們應該再定位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拯救地球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在拯救地球 我們是在拯救自己 如果我們講拯救地球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遙遠 我和地球是分開 而地球有時候好像不分我 其實問題是反過來的 地球是一個很強的生命體 現在有問題的是我們自己 我們不可以想像 一個沒有人類的地球 這個就是其中我們 一個很自大的看法 因為我們地球上 不只是為了我們而生存 還有其他的物種 如果我們這個生態系統崩潰了 那大家都一起 都是做不到事 都是生存不到的 現在我們每一天 都有130種物種消失 最少 就是上次這樣的情況 就是恐龍時期 那時候 才有這麼厲害的崩潰 所以我們 要改變一下我們的看法 是不是真的 我們這樣做可以繼續下去呢 對不起 袁醫生 我和兩位有些少少 有時又要站在香港人 香港人很壞 整天就是這樣說 喂 吃慣喝慣大哥 會不會影響到我這樣 我們過去的生活 會不會犧牲很大的 我也想的 我也想拯救 我也不想地球玩完 但是 你要我放棄 這麼多生活模式 那這個人又有些甚麼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你看香港 其實不是說要你很刻苦地生活 當然有很多種簡樊一點的生活 會令到你更加開心 其實這類的資料都很多 有很多書叫簡樊的生活 講到很多人 在不斷追求的物質方面 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 其實最終他們都是不覺得開心 不覺得滿足 你最近香港有一個調查 香港人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買了衣服之後 是從來不會穿的 但是這個很明顯 我們不是說要你減少穿衣服 只不過你不要買那些 自己都不會穿的衣服 袁醫生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 四十 我想要感證 可能不止 我認識的朋友是百分之一百 是 整間屋有七成 用來擺衣服 但是穿來穿去 可能有一千件衣服 穿來穿去 是只有五件 那九百九十五件 就掛在那裡 買的時候就沒有留守 看了一會就擺在那裡 是這樣的 但這就是價值觀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所追求的 以為一個高的生活享受 其實背後是誰做出來的呢 是很多那些推銷產品的公司 找那些形象公司 找那些顧問 那些來搞出來的 譬如好像我們的鑽石 大家知不知道鑽石呢 就是鑽石和愛情的掛鉤呢 就是diamond forever 其實這間公司做出來的 根本是the beer 是很多年前 好像大概七年代 六年代 請到一間很大的廣告公司 是將這個意識推出去的 其實我們很多的追求的東西 其實在背後 是被人牽著給過去的 我覺得很簡單的 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在作為一個 相當富庶的香港人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 那個消費裡面 其實我們有時候 應該去用另一個價值觀去看 就是說 是不是我能夠 我自己能夠 afford得到 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的生活方法 我們做這件事 是不是地球能夠 就是地球能不能夠 不是說我們有錢 我們就可以不斷地 立亂地消費 如果我們把價值觀去改一改 不是揚耀自己的漂亮衣服 多衣服 多跑車 我揚耀我們 作為一個地球的人 在我們地球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毀滅的地球 所做出來應該是最少的 如果我們把價值觀去改 如果大家這樣追求這個新的價值觀 其實這個地球還可以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還有機會 可以把問題扭轉過來 金興的問題其實 真是一指中的 我想它代表了絕大部分人的看法 即是我人術法 即是我認識的老友都是這樣 我們很害怕失去了現在的生活方式 但其實我們已經在失去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改變 我們不在意要停止去不要改變 而是我們要去拿回我們 那種生活方式 就不是說我們會沒有了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拿回一些東西回來 是失去了一些東西 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香港的消費模式 有時候我經常都覺得很奇怪 經濟經濟有起起落落的 每幾年就是一個循環的起落 其實你想回頭 我們這麽多年的所謂起起落落 我們所認識的人 包括自己在內 我們的生活方法 我們的消費 其實有什麽改變過 其實都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經濟都有人說 我們經濟不好 所以大家就相對省一些生活 其實我認識很多人 他根本是錢多到 根本完全對他沒有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是會受這些所謂 外面所吹噓的問題 而導致改變我們的消費行為 消費 消費的行為 其實我們要拿緊自己的方向 不要太受這些消費推揚消費的公司 來牽著我們鼻哥 將我們成為他們一個的奴隸 現代的奴隸 物質的奴隸 是 如果我們要改變 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目前的處境在哪裏 最好的方法我覺得就是 政府可以在種種渠道去告訴我們 究竟現在地球發生什麽事 可不可以每天都加入一些資訊 是可以反映到 讓我們知道多些 如果我們知道嚴重性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有所行動 都不需要政府喊 自然就會有行動 我可以看到政府的立場 因為政府經常很強調 經濟的發展 持續的發展 政府是很怕經濟衰退的 但我曾經強調 其實這些所謂經濟的高低 根本是人為的 我們根本是不需要理會它 我們根本就不會有經濟周期性的調節 是根本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玩錢的人 是製造這些高低 是從中剝削我們的 好 袁醫生 或者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 好嗎 好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好 又回到香港出路 先介紹一下 我金永兒 有嘉賓馬國暉 你好 我們的主持 袁大明醫生 如果一些聽眾 想和我們聊聊天 有兩個途徑 是嗎 是 可以傳個ICQ來 先說說號碼 308 084 705 或者打個電話 也可以 2385 4492 好 先回來 袁醫生 和馬家輝 我 我 我 領舍 喜歡潑南冷水 好 會不會我們 太高 其實是做不到的 就是 正如我的老朋友 嘩 這樣做 不是犧牲了我 生活的質素 吃靚東西 駕駛車 還有這樣做 正如我有個朋友 在電燈公司做 他說 每個人不用電 那個業績 不行 這樣會被人炒油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又怎麼辦 你看到 其實 在我們一般的常理 來分析 其實不需要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個現象 就是我們所謂的通貨膨脹 這個通貨膨脹 令到我們 永遠是追求不到的 即我們以想著可以安安分分 然後有些儲蓄 可以慢慢過日子 我們這個機制製造出來的通貨膨脹 是令到我們不可以停止的 OK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 為什麼現在很多這樣的 所謂貧富漁船 其實當然是很多剝削的行為出現的 我認識有錢的朋友裡面 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去辛苦做事的 最賺錢的人是不需要辛苦做事的人的 他們懂得玩這個金錢的遊戲 利用這個所謂的投資的方法 那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經濟會有高高低低 有周期性 是不應該有的 在一個常理來看 我們的天氣的改變 和我們人類的工作的方式 是沒有怎麼改的 為什麼我們會有高高低低呢 我覺得背後 是有一班人 是製造這個高低的浪潮 是從中取利的 好了 其實有很多人 我們提出這個能源短缺 很多人的答案都會這樣說 其實 因為我們始終 我們的石油還是很便宜 我們的經濟上都會以辣魚賴它 雖然有其他的能源可以採用 但是始終還是很貴的 當到有一天 我們那個石油的價錢 是高到某個地步 其他的能源 譬如太陽能 還有其他的 可以被切手 風力那些 風力那些 其實我在80年代 我看過一些資料 原來在澳洲 有一位工程師 叫Mr.Brown 我忘記他的第一名 原來他已經發明了一個 可以用水來行車 他可以把水分解成氫氧 由氫氧再結合 可以推動馬達 我有一位澳洲朋友 他見過他駕駛這些 這樣的車 這篇文章是報導他 他有這樣的科技 很多人去參觀和探訪 拜訪他之後 都說 這個非常值得的科技 我要發展 我出去 找一些投資的人 回來 和你發展這件事 很多年 他遇過很多 很多這些人 結果 沒有人再出現過 我最近 大概都成十年前 我有位美國的醫生同學 就問我關於這個人 原來他告訴你 Mr.Brown 就去了中國大陸 他以為我們香港 和中國大陸很近 可以隨時找到他 他問我 找不找到他 據我所了解 為什麼那些人 不發掘這樣的資源 拿水來行車 他已經做出來了 但我從來都不敢做 就是因為我們現時的經濟 那個模式 如果我們是推動這個 這樣的科技 這個能源的科技 我們整個全球的經濟 會即時崩潰 有很多人是這樣去解釋 即是說 這些這樣的能源 我們是其實有的 是等待時機去發展 即是說 到我們那個石油 用到差不多 我們那個科技 是可以幫助我的 其實這本書的作者 都有講這件事 他說我們要趁我們還未曾 還有一些剩下的石油 來發展新的能源 但這個作者也提及 其實這個都不是一個 最後都不能夠解決到的問題 因為能源 不只是燃燒的能源 開車的能源 我們很多自然地球上的能源 我們的生活方式 其實不單止消耗我們的能源 其實是令到我們的地球 污染到我們不能夠再生存 所以問題也不是說 我們發掘一些新的能源 或者用一個大池場 可以無窮盡 來生產這些新的能源 是可以解決到的 其實都不是這麼簡單 有一個ICQ 有一個網友 iCargo iCargo 你好 iCargo 有利潤管制 那些人用少了電 節省了 節省了電 那就加價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制度 其中一個問題 出現過這個問題 但其實背後的大問題 就是用得少 又加 利潤 其實價格也是人為的價格 我常常有什麼叫通脹膨脹 通脹膨脹 為什麼要這樣出現呢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 回到加拿大 跟我有一個以前的中學同學 他說 加拿大很多年 是沒有通脹膨脹的 所以他們的工資 他自己是IBM做的 他說 完全沒有需要加過 不需要調整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不覺得有什麼理由 這種經濟的模式 是不需要不斷增長 是會出現問題的 其實用這個常理想想 我都不了解 為什麼會有問題 袁醫生 當你一提到通脹膨脹的問題 令我想起 我看過一篇文章 是 五十年代英國 六十年代英國的財相 他就說 我們誓言要令到英國人民的薪金 翻兩番 生活好一點 他在八十年代做到 就是當時平均的薪金 是回了幾番 是 是做到的 不過通脹又回了幾番 高頭來 比五十年代更差 我看到最近我記得有本書 是 錢是賺多了 不過賣東西又貴了 其實只有餃子 沒錯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背後 令到這個經濟模式出現的人 是會令到我們每個人 是不斷地做奴隸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好像那個作者是兩母女 那女兒是哈佛的MBA畢業 他就說 那本書的名字 好像叫做 Two Income Family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上一代 譬如你那一代 我父母那一代 通常是爸爸一個人去上班 才可以養活整家人 十幾兄弟姊妹 我媽媽從來沒有出來做過事 照顧我們 一個人 有時候經濟艱難 香港 六十年穿膠花 膠花我沒有穿過 但是 游一下公仔我都游過 收拾一下公仔 書買 不過都是找給自己洗 覺得挺好的 那時候又不覺得有什麼 我覺得童年是挺開心的 又沒有肚餓過 那是怎樣解釋呢 那你還有時間去釣魚 去逛一下山 捉多一斗 周山走捉多一斗 對 快帶狗仔一起出去抱一下玩 我們整個經濟模式 賺多些錢 希望買多些空閒的時間 而那本書的作者 發現其實不是的 我們這些人 空閒時間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令到我們不斷地要兩個人工作 或者家事工作 一份工作不夠 做兩份工作 我們想想背後 到頭來 我們覺得現在的人 是不是真的空閒了 一定不是 相反這些古民族 你發現他們真的很多時間 可以享受家庭的樂趣 很多休閒的時間 做事或者不做事 冥想 可以這樣做 但我們這些文明人 其實是最後最後 到死那天 他往往發現 我們花的時間 我們沒有足夠時間 花在自己身上 和自己的家 我想問一下馬國輝 會不會其實 好像現在越談 就越 好像清楚了 是 其實是否背後 有些人在製造這些假象 其實 我想 背後 的確會有一些人 又不是一個特別的人 而是一個獻 一個架構的人 他是用這個方法 去嘗試得到更多的東西 但他們不是壞人 我覺得 他們可能只是不明白 而我們也有責任 因為我們是沒有出聲 其實行動有兩種 一種就是直接的行動 第二種就是不行動 其實我們那個力量 已經顯示了出來 你對地球的影響 就是因為大部分人 都沒有做事 他們都是不做事 那我們不做事的結果 就是會給了那個決定權 給其他人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說 我們要參與 而由自己這樣去做起 那麼我們也不需要說 那邊人是壞人 那麼我們覺得 我們只要做回 我們要做的事 去拿回 就是起碼拿回我們的行動 就是財富的界定 其實某程度上 正如剛才我們談 可以是 你有多少空閒時間 如果我們看回 近這十幾年的轉變 所謂的中產階級 已經開始消失了 因為已經是沒有空 他們是沒有時間 去想事 去做任何的事 他們都沒有時間 他們就是為了要工作 我記得九十年代 中產是叫Yappies 好懂 很多空閒時間 好懂享受 對 好懂享受 但 我又要 譬如 如果有些網友 正在聽 不妨可以 傳一些ICQ 或者打電話進來 你又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正在經驗 譬如我們小時候 和現在的香港的經濟 不知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是一萬三千多億的 港銀 那 我小時候 六十年代 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 但是 肯定 如果用淺銀來說 一定是高很多倍 比六十年代 但是 真的從實際的 自己的感受和經驗 發覺當時 是真的 很多時間去玩的 不是 不是說 那麼辛苦 見我爸爸 經常唱粵曲 又煮 煮宵夜一起吃 整家人 十幾人 現在說 養一個都那麼辛苦 為什麼那時候又可以呢 物質一定不會多 電視又沒有 最多只有一部原子粒收音機 是不是 當時 又開了門 在那裡睡覺都可以 在走廊 又沒有說 現在從門深鎖 其實我們這些文明 其實我們的社會發展 是不是在倒退 我相信 如果你問大部分香港人 他們未必會想回到 當時七零年代 六零年代的生活 我也不是要求 我們回復這些 所謂 古民族的生活方式 這是不可能的 我的意思是 那個質素狀態 是 開心 是 明白嗎 余醫生 不是說那個物質 比如有沒有冷氣 那個問題 那些 明白嗎 或者 航槍馬襲 那些 繁布藏 不是那個意思 那種 狀態 生活質素 其實當時 如果你說的物質 一定不可以 跟ERI相比 明白嗎 但是當時的開心 如果從一個開心指數 我覺得 如果網友 要投票的話 一致肯定是 小時候會比較開心 其實開心是一個 狀態 但是我想現在可能 我們將它 那個 離定 單一化了 就是說 你究竟擁有多少 物質上的東西 才為之開心 其實開心是不能夠衡量的 你如果用物質上的東西 去離定 而變成 你都 叫人家 用這個方法去離定 那很多人都會不開心 因為他一定會比較 其實開心是不能夠說的 但是 我們現在 似乎的社會 就越來越不開心 而阿金卿剛才說的 國民生產總值 其實還要計算 那些國民 因為不開心 或者工作辛苦 而帶來疾病 那一個 醫療開支 去計算 哦 這個 就有時間說了 這個其實 我們想提出一個重心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方式 我當它是 令到很多人開心 很多人滿足 比以前 我們那個物質方面 享受是多過很多 但是我們說 如果我們這樣的追求之下 我們是很快 就不可以繼續下去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懸崖立馬 再想一想呢 那其實這本書 如果大家有 真是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去好好的去看一看 那這本書 其實作者有說了一件事 我們可以改變什麼呢 第一 就改變自己 那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就說呢 就是我的生活的方法 就是會考慮 不是說我的金錢上 我可以做得到 我就會去做 我會考慮呢 這個地球能不能負擔 到 那這個第一個 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最簡單的 自己可以做的 第二件事呢 就是這個意識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過去的意識形態呢 就是那個 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我們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背後的問題 而將這本書所講的訊息 是給多些人知道的話呢 那這個地球呢 就很快呢 是會有一種 那這樣一個轉化性會出現的 那這個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也有很多的科學家 都研究都講過的 那其中我有一種所講的 就是考慮所講的 集體的詞意識 那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多些人呢 是開始想到 這方面的那個意識的話呢 那這個地球呢 很可能是突然之間呢 就會很多人呢 就會同時間呢 是領略到 或者那個景 那個景覺得到的 就會開始呢 就是改變我們的 以那個消化為主 那個消費主義為主的 經濟的模式 和生活模式 那這樣才有真真正正的轉機 所以我又要回應 剛才馬郭輝說 譬如他講的一些實際 譬如搭電梯 譬如旁邊那一部 來了但不是去自己的層數 那他 和其他人一起 是的 那呢 一般人呢 又是會這樣想的 做一點點都救不到地球的啦 是不是呢 做這麼少 我一個人的力量做得多少 所以剛才 袁醫生說的那個 其實那個 很重要 那個集體潛意識那個 集體潛意識那個 就是說 當一個人 去這樣做 如果你相信 其實都不用相信的了 就是科學 就是物理學已經證實了 思想就是能量 如果一個人 的想法 他改變 他會影響到整個 整個地球的喔 然後他會影響了其他的喔 這樣呢 又會影響到其他人的喔 就是在逐少逐少這樣 所以其實一個人的改變 其實力量不小的喔 其實呢 跟我們 袁醫生 不好意思 其實跟我們 Battle Hong Kong 所提倡的一樣 是的 沒錯 是的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呢 為什麼我們的地球的問題呢 搞到這麼久都好像 越搞越和呢 其實一個重心點呢 就是一般人都有一種 這樣的感覺呢 我們每一個人 有什麼能力做 改變這個地球呢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呢 其實呢 真真正正正能夠改變這個地球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呢 是知道呢 自己的小小力量呢 你發揮到出去呢 這個地球就立刻會改得到的了 那這本書呢 作者也都提及呢 它是密密行小善 即我們真的不需要說 我們要傾家蕩產啊 大量來資助某些權體 來改變地球 其實呢 很多的東西呢 真真正正正來改呢 就是我們是做出小小的行動而已嘛 譬如很簡單 你第一 自己買這本書去看看 你覺得這本書的意念 是如果多些人共享有的呢 這個地球會改善的話呢 那你便將這本書 或者借給朋友看啊 或者是介紹給朋友啊 或者有能力 就當送生日禮物給老友這樣 買它十本二十本 沒錯 我想都不夠在旺角花園街那裡 賦人買對波瑕 是的 那這本作者曾經有一個例子 他說呢 如果我們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介紹這本書的訊息 給一個人知道呢 好像不知道三四年之內 大部分全球的人都會 三 是的 他說呢 如果我們每一個月 和一個人分享這本書的想法 而每一個月呢 他也跟另外一個人分享這種想法呢 這種思想呢 可以很快地傳送到全世界 稍微的管計呢 會發覺不到三年裡面呢 每一個人 超過六十億的人 是會得到這個訊息的 其實他說的是 你一個月裡面 有機會跟別人分享這個訊息 而每一個人呢 是自己有機會一個月裡面呢 是做這件事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難做 是不可思議的做 其實絕對不是 你是大部分人呢 是可以做得到的 三年裡面呢 有六十億的人呢 是可以得到這個訊息的了 那麼這個地球的 我們集體的那個潛意識呢 就會即時改變的了 馬國輝 你好像做了 其實盡量 你賣那個廣告都 就是 起碼 就是起碼我們看到 是 然後找了你上來 再通過互聯網 是 他散播開去 沒錯 就是當時我做的事 其實有印證了 其實某程度上是 我覺得 是 那譬如我們有時候 在互聯網得到一個 很有意義的資料 訊息 我們看完了之後 我們就再給我們十個朋友 那麼我們互聯網的 所謂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地址 那你 你一起找十個朋友的地址 那你就把它按一下 去到那十個人裡面 那你所需要的時間 大概都是 半個小時都可以做到的了 那如果我們每個人 有機會接到這個訊息 做一個這樣的小動作 就是 你看完了之後 覺得好的 你便按一個 已經自己設定的 十個朋友的 那個 電郵的地址 這樣說 在大概三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成一百萬人去接收到了 那麼沒有什麼傳媒的訊息 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是令人接收到的 而要這件事發生 其實 只是需要一件事 你自己 願不願意 做這個小動作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告訴你 你是做不到的話 我真的很難想像 你說 我只是要求你這樣做 做一個這樣的小動作 那麼其實 只是你這個這樣的小動作 我們的地球的資訊 這個意識形態 就可以變得很快 袁醫生 容許我做一點點總結 看看大家怎麼看 其實我們是活在一個假象裏 第一個 point 沒錯 第二個 point 我們這些所謂文明 我又要引述一下周兆祥博士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們這些所謂文明 根本從來沒有文明過 而是倒退著 第三點 就是說 如果我們 看穿了這些背後的假象 這些假象的背後 其實我們就有希望改變 沒錯 那麼 拯救地球 不如說 就是拯救自己 沒錯 很多時候 很多人以為 這件問題 未燒到上來 他們覺得 不需要做事 其實 我們為何做這些事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都是一個自私心態去做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問題 很快會牽涉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這個信息 不傳給多些人 是令到一般人 可以改變 人生觀的意識形態 生活的方式 其實我們最後 我們自己 就是一個受害人 就是說 你怎樣 用什麼態度去對待 地球 大地 其實就是 對待我們自己 沒錯 我們說 我記得很久以前 在大學 讀過一本書 蘇聯作者 叫做 很久了 他的書 叫做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一本書 其實說真的來說 自私自私 其實人都有一個自私的心態 為何我人需要自私呢 因為我人有所謂 有一種生存的需要 如果當你自己的性命 和人的性命比較之下 大部分人都會維護自己的性命 所以自私有一個基本根源 是我們與生俱來 是有這樣的需要的 但是 如果我們將自私的層面 廣泛一點去應用 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地球 其他周圍的人 是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那就是說 其實呢 如果我們要行自私的行為 其實呢 走得遠一點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真真正正正 最後呢 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要幫助自己 其實最重要 也要同時幫助到 地球 其他的人類 還有最後一個項目就是 改變 就是 有自私這些引述 袁醫生 或者是 拯救地球 或者拯救自己 不是 一點都不難的 沒錯 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很簡單的 我覺得人類有希望的地方就是這樣 當你了解到這個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解決方式這麼簡單的時候 其實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沒錯 就是 不是說我們政府要大量的改革 我覺得 政府有它的包袱 很多政客有它的包袱 而在我們這個價值觀之下呢 真真正正正要改到這個地球呢 人類的將來呢 是我們每一個人做少少事 其實從正面來看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 我想大家都留意到 那個意識是開始醒覺 還有我想說一下自私的問題 其實自私 第一要講自己 為什麼去界定何謂自己呢 某程度上 地球 人類 和所有的生物 本身都是一個 有機體 一個混合體 就等於一隻手一樣 我們現在是人類 我們不會用手指弓 使自己的手動不動 現在怎樣可能就是如果我們把整個有機體看 基本上我們不會再做出傷害自己的事 當我們將地球或其他物種甚至其他人類 這個分離情形象之後 我們才會舉起有傷害別人的行為 是因為在傷害自己 是 这本书《古老阳光的末日》 作者是汤马士哈达门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 有些人会想会不会这个作者 希望通宵自己的书 每个月的人买一本 这个作者是很有钱的 他曾经拥有过 差不多是半亿美元的机构的财富 所以他绝对不需要靠这本书赚食 所以希望大家看看这本《古老阳光的末日》 或者将来我们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再讨论这本书背后的重要信息 好了,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希望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探讨 我们刚才讲过题目 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探讨医疗保险的问题 最近我们香港在报纸上有些说法 就是说很多医保公司 就算死草 医务委员会 出来抗轰 其实我们希望下一次 就跟你深入点讲讲 其实背后的问题 是不是医疗保险 是不是医疗保险 可以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呢 背后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哪些呢 以及应该怎么去解决 OK 好了,多谢大家 多谢各位 多谢大家